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我在那个聊天室能有贴的第一个版本贴的第一个版本的程式贴给各位 然后现在请你复制贴上之后呢 把它改成第二个版本改成第二个版本 这第二个版本就是我们把这个组成是这个链接串列的这个 这个head的位置传给韩式 那韩式就要用一个就要用一个两颗星星的指标来接受 先练习这样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做出来的同学呢就打一个加五 感谢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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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个节点是10 然后20就差在10的后面 30在20的后面 40在最后一个 有没有 OK 有看懂吗 这个练习一下就是 刚刚第一个范例是 每一个新增的节点都放在 开始的位置 称为是把一个节点放在这个linked list的这个front前端 然后现在练习 你要把一个节点放到这个linked list的tail尾端 放到尾端有两个条件要注意 第一个是这个串列如果是空的 是空的的话那无条件 这个节点就 节点的位置是第一个节点 这个x就是第一个节点 就是start等于x 那否则的话呢 你就需要找到目前这个节点的最后一个节点 目前这个串列的最后一个节点 所以我们先设p等于start 然后while p的next不等于no的时候 p等于p的next 所以当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代表说你这个p指到的是最后一个节点 那你把它的next设成x 那就完成了OK 那了解吗 刚刚投影片好像有点错误 这个应该p等于hext head就好了 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样 老师把这个范例给你 然后再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现在不要用 你先思考一下这个函式 这个函式有没有可能会改到这个start 有啊 有可能啊 对不对 当这个链接串列如果是空的的时候 是空的的时候这个start就会设成x 对不对 所以可以用core by point的方式 就是说在组成式的部分呢 我可以这个 我可以这个用end取得这个链接串列的旗的位置 指标的位置 然后函式的部分 函式的部分呢 我可以用core by point的方式 我用一个两颗星星的指标变数 来接收这一个一颗星星的位置啊 然后呢啊 然后在城市里面就对你的start 你只要用到原来用到start 就是要对start做一次的de-reference 然后就不需要return了 然后就不需要return了 这样10 20 30 40 50 Ctrl Z 有没有啊 那就把它放到尾端啊 照照你输入的顺序啊 最先输入的放在最头啊 第二个输入的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啊 所以今天讲的部分就是 第一个范例就是把节点加在linked list的这个front端 这前端 那第二个就是把节点放到 把新增的节点放到linked list的tail尾端 好尾端啊好那接下来就要你们去思考 那如果说我在建立这个linked list的时候呢 我可以照着我这个这个data的大小来放 照顺序放啊比如说现在节点 这样linked list里面有10根 比如说我现在linked list里面有这三个东西啊 他是由大到小啊 那今天加入一个一个linked list假设是 啊100好了 那100的话呢 100的话呢 他就要插在这个前面啊 如果说你要加进去的是100啊 那就变成是他要指到他 这个要指到他 那今天如果要加入的只是95 不是85 那85的话就要插在90跟80之间 85就要这样 他指到他 他指到他 如果是75就要插在80跟70之间 他指到他 他指到他 怎么样修改啊修改这个范例 让你的值可以插在特定的位置 假设你是由大到小啊 你就要去找到他该插在哪个位置 然后把它插进去啊 插进去 ok 好的创建linked list的时候呢 就照顺序把它插进去啊 对 各位同学可以思考啊思考 好今天今天我们大概就先讲到这边好了啊 然后这边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练习题 有哦 一四四七哦 一四四七 一四四七之前有给各位练习过是用array 好用array 然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用linked list来解这个题目啊 好 就说 同样的资料结构 stack 跟q 甚至之后会讲到的tree 实现的方式都可以用array 或者linked list 都可以用这两种来实现 那当然他有他的各自的优缺点啊 优缺点的话就是我们 在这个一开始讲的这个部分 各位回去再把这个优缺点再复习一下 这个常常哦 去面试的时候 常常物理这种观念 你用array 可以用linked list 他的优缺点差在哪里 他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 这种很基础 但是 观念很重要的题目 各位就是 学资料结构最重要就是把观念弄清楚 然后 重要的实现implementation要会写 那这样你的能力 基本能力就会建构起来 那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你要你要你学这些东西 会是痛苦的 甚至会是孤单的 就说如果你没有朋友一起 研读会是孤单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 就是一定要 互相讨论 对题目 对这个题目怎么实现 每个同学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 那可以组成读书会去思考 各位不要小看这种过程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但是跟你讲痛苦过后 你才有办法享受甜美的果实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这个学习 还有大概半个学期的时间 那接下来这半个学期的东西都比较更难一点 那好好学习一定不会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到这边 那老师课后再找一个题目给各位练习 不见得跟link list的有关 但是我觉得就是多写程式 多写 那今天的部分有没有问题 还清醒的请举手 没有人清醒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那我们下个礼拜 如果没有特别的 学校没有特别的指示 我们就恢复到教室上课 好各位同学再见了 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